道德经中讲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像水一样去做人 至柔之中有至刚 欲方为方 欲缘为缘 包容万物 这是一种智慧 也是一种境界 水往低处流 高人最低调 古人云 水趋高陛下 水流到低处 方能纳百川 成大海 其实人也一样 出头的日子鲜烂 木秀鱼林 风闭催直 明月高悬 终将凋零 一经有言 千千君子 卑以字幕 做人气势不能太胜 世上凡有真才实学 谦卑高贵者 无一不是虚怀弱骨 谦虚谨慎的人 所以别自视过高 也不要瞧不起任何人 不卑不亢 才更伟大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 新凌军 别具爱才之心 一次他经过城门 看到一位衣着破旧的 老门历 在专心看兵书 便问 先生何故苦读兵书 不与他人闲聊 老门历说 老朽虽年岁已高 但心有报国之志 新凌军甚敢佩服 喊礼告别 他四下打听 得知老门历 隐士高人 便大板宴席 带着随从马车 邀请老门历 新凌军没有一点架子 态度十分谦恭 入席后 人们见首席坐着的 竟是一个衣着破旧的穷老头 大感疑惑 新凌军依旧笑而不语 奉他为上宾 这个穷老头 名叫侯盈 正是这个侯盈 在日后用自己的死 为新凌军揽下了 以下犯上的死罪 古人们所谓的 是为知己者死 除却大人大义之外 更重要的是在彼此上 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平等 而尊重平等的背后 更多的是谦逊 他们看得见高处 也守得住低处 卓尔不群 却又千功有礼 周易有云 乾隆勿用 抗隆有悔 真正高贵的人 像水一样 温厚 宁静 却又博大 而傲慢的人 会因无视他人 而陷入泥潭 即使世界那么大 人不过沧海一粒 只有不断修行 才能看见自己 只有认识自己 才能认识人生 水不动则静 人不动则会 古人云 水静即则形象明 心静即则智慧生 水面波澜不经时 倒影便会很清晰 人也一样 如果一个人的心很宁静 才能在闹市 寻一方心灵净土 生出智慧 曾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智者远近驰名 很多人不养万里 前来学习 两人看到远方的旗帜 其中一个人说 是旗在动 另外一个人说 不 不是旗在动 是风在动 两人争论不休 引众人为观 这时智者走过去 对他们说 不是风动 也不是齐动 而是你们的心在动 曾国藩曾说 人心能静 虽万物便纷纭 亦诚然无事 静在心 不在静 静不是沉默 也不是无言以对 而是反省自身 理清思路的一个过程 它不仅是 安身立命的法则 也是伺机而动的折服 同样 它也能治愈一切浮躁 有人曾说 人生最好的境界 是独处时 安静的丰富 苏罗耐得住 自然的万籁巨静 才写出京式巨作 瓦尔登湖 陶渊明 经得住孤独 才能宜然 安享田园生活 安静 是因为摆脱了 外界诱惑 守住了内心 丰富是因为 拥有了内在 看见了高处 世界万物 熙熙攘攘 心静 心安 学会变通 无形胜有形 古人有云 圆中则圆 方中则方 拥之则止 绝之则行 水是天下之至柔 却能克天下之至刚 只因水时而奔放 时而细腻 它欲圆成圆 欲方成方 因势而变 春为路 夏为雨 秋为霜 冬成雪 我们的人生也一样 做人不亦太刚 太刚一辙 只有学会变通 才能应对人生的 各种挑战 从前有个商人 做生意失败 不能释怀 便找到一位智者 智者舀了一条水 把水倒入杯子 又倒入花瓶 之后他又把花瓶里的水 倒入土地 水融入土地 不见了 商人毛色顿开 人应水一样 不管沉浸什么容器 都要适应 山不转水转 水不转人转 当我们无法改变世界的时候 能做的只是适应他 所谓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记 相信不少人都二熟能详 当时司马懿率领15万大军 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杀来 但偏偏这个时候 诸葛亮的身边并没有大将 对付司马懿的只有文官 而且5000名官兵里 被分了一半去运送粮草 城中只剩下2500名官兵 很多官兵听到司马懿 来攻打的消息后 紧接失色 他们心灰意冷地说道 既然都是死路一条 不如就冲出去 与敌人拼了 但诸葛亮却相信 天无绝人之路 肯定会有办法的 最终没有听取官兵们的意见 后来诸葛亮想到 既然军力不足 就不要在这方面一直耗着 倒不如从其他方面入手 于是他心生一计 传令所有士兵都乔装成老百姓 各自在自己的地方打扫 如果卫兵进城 谁都不许大叫和乱动 吩咐完后 诸葛亮便身披荷兵带轮巾 带着两个小童和一把琴 登上城楼 司马懿率军攻打时 看到城门里只有低头洒扫的老百姓 和坐在城楼上的悠闲自乐的诸葛亮 心想这当中肯定有埋伏 便命令部队撤军后退 诸葛亮临危不乱 没有盲目地与对方硬碰硬 而是及时放弃了出兵 果断地转了个弯 走了另一条路 最终成功地化险为夷 正所谓水到绝境是风景 人到绝境是重生 一段路走不通时 学会拐弯 是一种勇气 更是一种智慧 林日棠说过 明智地放弃 胜过盲目的执着 只有唯辩所适 刚柔相逸 才能真正做到 无形胜有形 孔子嘉宇有言 水为善下方尘海 山不经高自及天 圣人胸中有大道 得失成败在其中 像水一样做人 容万物 不高调 有韧性 便则通 做人就要像水一样 心静人静 心目清明 别被欲望迷失了自我 染得黑白不分 幸福本就是一杯白水 虽没有五颜六色的草杂 但它干干净净 足够解渴 日子单纯一点 生活也就没有纷争 人生如水 便足够快乐 像水一样去做人 日子单纯一点 生活也就没有纷争 人生如水 便足够快乐 我们这一生 才足够精彩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